大家好欢迎回到强哥军事频道 今天强哥想跟大家讲一个技术的问题 就是前两天强哥出去玩 带着这个DG AMERIC PRO 本来想拍一些非常美丽的风景的视频和照片 没想到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 就是当我打开这个手机 它的这个DG AMERIC APP的这个界面的时候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屏幕上本来应该是显示着 它的CAMERA显示着这个图像 可是现在是给我一个大黑屏 这个就是说就貌似它的那个CAMERA 就像是坏了一样这种样的 当时我就是在当时我就已经抓虾 不知道该怎么弄 然后回到酒店也找了一些方法 就是在网上找一些方法 想通过一些什么软件的Reset 包括格式化它的Micro SD卡 发现都不会work 所以回来以后我在网上一看 有的人说就是说可能是那个镜头坏了 需要换那个镜头 可是我查了一下换那个镜头 那大概花100到200美元 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很幸运的是强哥今天晚上自己胡乱的折腾了一下 发现了这个他这个问题所在 因为我记得当时我在出门之前 当时我在家里面test的时候 这个镜头都是work的 但是我到那边忽然用的时候 它就不work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不是有可能跟这个formware有关系 因为我当时可能在我出去之前 我有升级过formware 好 那我们现在看看 现在这个formware的版本是什么 看就是这个formware 就是它这个是1 叫什么 01.04.0500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formware 我发现实际上问题就是出在这个formware上 就是如果你升级到这个formware 它这个镜头就就就会出问题 而且它出问题还很奇怪 就是说有时候你刚升级完以后 它可以用 但是呢你开机关机过那么一两次以后 就忽然它就整个就完全就不就就不会用了 就没发就是整个就会黑屏 呃 这也是刚才我 实际上我刚才我已经fix这个问题 我又把这个重新刷回这个这个formware 想大家演示 这种才发现它这个问题的 好 那么下面我就想大家 这个就演示一下我们该怎么怎么fix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 因为你我当时升级这个固件是 是在手机上升级的 这个这边有这边它的micro usb的口 在这个在它的机身上面 好然后呢接上一去以后 然后另外一头它接电脑就可以了 那我们接上这个usb到pc上之前 呃我们首先一定要装这个dji assistant2这个software在你的机制上面 因为这个通过这个你才可以通过电脑推你的无人机进行升级 好当我们接上那个usb以后 然后呢这个再开启那个呃他那个无人机的电源以后 哎 你会在这里啊 然后你就点进去 在这里在这我们就点第一项这个固件升级 好现在它显示我们的这个固件当前的版本就是这个01.04.0500 也就是这个版本这个是当前最新的版本但它就是一个有问题的版本 所以这个dji官方你们要听取我们用户的呼声要赶紧把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决 好那么我们现在呃要做的我们就是把它降级到比这个版本低一级的这个版本 我们只要点这个降级啊 然后它再点开始升级 然后我们就看就是大概要等个多少分钟以后 它这个呃我们再看看再测试 我们看它那个那个camera会不会可以work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保证 它是它它的确可以恢复 因为我刚才实际上已经试过 好我们就等一会儿啊 大概十分之来呃十几分钟的等待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飞机已经呃成功的降级到呃V01.04.0400这个版本 我们可以过来再check一下 哎大家看到吧 现在我们当前版本是比这个最新版本要低一级的一个版本 好 那我们马上就回到那个呃跟手机连这样连起来看看我们这个是不是问题解决了 呃 这就是马上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好 现在我们回到这个手机上的GDI的app 啊 那我们已经呃刚才已经把飞机和遥控器连接好 现在我们点开始飞行 大家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个camera已经重新可以工作了 好 呃 实际上呃这个事情没有这个你们看了这么简单 刚才强哥在呃重新也第一次重新开机的时候呃他依然是黑屏 尽管他他的那个版本我已经当归了 我们现在应该先把这个版本现在check一下啊 给大家看一下他这个呃 是不是我们真的是降级 那个是他那个能够能够work的啊 好 好 我给大家看清楚啊 那边 那个这个地方啊 0400啊 不是不是那个0450 0450是最新的 是那个有问题的 0400才是这个呃就是以前这个版本是没有问题的 啊 我刚才就想说的是 当我刚降级成功我开机的第一次他依然是黑屏 那强哥是怎么解决他那个刚才呃呃就是降级以后 第一次开机他还是黑屏呢 后来我发现我把他这个电池 因为他发现这个电池电量有点不足 我把这个电池换的一个满电的 然后放上去 他很神奇的就是莫名就这个就开始哎就亮了就就亮了 然后我就把它换回来 他还是亮的 然后呢我刚才又试了几次就是我把它把这两个都就 所有东西都重新呃就是去关机 然后再重新开机 还是亮的 那么就说明现在就是恢复正常了 他前面的逻辑错误 我觉得他是因为那个新固件 因为他新固件我刚升级上去的时候 就是我没有给大家演示 我又把他从旧的升到新的 他你刚升级好的时候 他是可以的 但是一旦你关机再重新开机 他就开始出问题 然后呢你不管你怎么折腾 即使你像这个这个换这个电池啊 不管你折腾任何东西 他都没法再go back to work 所以说呃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点赞 强哥的视频 好的转发我的视频 呃把这个问题能让dgi官方能够意识到 这个关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因为这个大家如果不明白的话 你就傻乎乎的可能就去买一个新的 这个这个camer去装 那我要花不少钱啊 那是花冤枉钱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呃 就是呃通过大家力量 能够让dgi官方能够呃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好嗯这次呃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再见